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TVBS下午4点钟 1600整点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想来关心这个意外 新北板桥有一名工人 中午在17楼明宅装修冷气 结果30公斤重的冷气机 却不慎坠落 还砸中了一名正在等公车的女子 造成她当场失去意识送医不治 交给记者黄庆粉 好主播 新北市板桥发生一只起冷气坠落的意外 那地点呢就是在新浦捷运站2号出口 那当时呢是有一名装修工人 他是到这个捷运站楼上17楼的位置 来装这个室外的冷气机 结果呢这个冷气机是突然掉落 当场是砸中一名女子 那当时呢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碰一声很多路人都赶快上前来帮忙 赶快帮忙打救护车将女子送医治疗 但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那根据了解呢 死者是22岁的一名女大生 当时跟姐姐出门要准备往这个新北市新店 在等公车的同时呢 突然间被这个冷气机砸中 那当时呢 这个在这边等公车的民众呢 至少有十几名听到这个声音都赶快上前来帮忙 那当时还有三名是休假的护理师 也赶快上来帮忙做这个CPR 最后送医抢救一小时还是宣告不治 那整起事件呢 是发生在这个新浦捷运站的旁边这个公车站牌 那死者当时站的位置就是在骑楼跟这个后车亭的中间 也就是说他头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 因此呢 才会被这个冷气机刚好击中 那目前呢这个家属呢也都已经到这个派出所 那这个造势的这个装冷气的工人也已经在派出所制作完笔录 详细的这个意外原因还要等警方来厘清 主播 好 继续还要请教静芬就是初步了解这个装设冷气的工人 目前是在警局 而且像警方公称说当时他是以为已经安装固定好了 所以才会松手 没想到整台冷气机却直接掉下去 是不是再请静芬告诉我们 好 主播 那根据了解呢 这名这个冷气装修的工人是31岁的理性男子 他说他在这个 他是属于这个冷气厂商自己专属的师傅 在这个公司已经做了三年多 那今天呢中午是来到这个新北市板桥 这个新浦监狱站楼上这个17楼的住户 来安装这个室外的冷气机 那根据他这个笔录的这个工程表示说 他当时呢才刚刚要把这个冷气装上去 已经装好了 但是疑似是这个螺丝突然松开 因此他也没有发现 就直接把这个手离开这个冷气 结果冷气就是当场往这个17楼的高度直接往下坠 那因为这个冷气其实有30公斤 那他是站在这个窗户上是直接募集 这个冷气当场是砸中这名女子 那当下呢他也是赶快跑到一楼来帮忙 看这个伤者有没有需要有任何的协助 但是呢这个伤者因为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因此是直接送上救护车 那他随后呢也被警方带往这个派出所做笔录 那根据警方的描述呢 这个工人其实当下其实脑袋是一片空白 他其实在做笔录的同时一直在回想当时这个事发经过 那他也是不断的重复说 他当时确定有把这个冷气装好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松脱 那详细的这个原因 我们还要再等这个家属也一起来派出所制作笔录 才能够厘清 主播 好那么冷气机从17楼坠落 砸到22岁的女子 那么这名伤者最后随即也被送到了亚东医院 继续在医院的情况再交给草交人 好我们带你来到亚东医院的现场 因为稍早下午一点多钟呢 是有一位22岁女子在板桥的新府捷运站外面呢 是遭到了这个冷气从17楼高的地方坠落砸到 一次呢是砸到了她的头部 因此呢是非常严重的受伤哦 随后呢是马上送到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亚东医院 那据了解呢 院方表示送到医院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姐妹在等公车的时候 妹妹受伤只有妹妹被送到医院 姐姐是没有跟着一起来到亚东医院的 而随后呢妹妹就被宣告不治了 不过呢后续家属也是有来到医院 不过院方则表示呢 没有要说明她的最当时抢救的状况 但是呢这个冷气的 从17楼高坠落到地面甚至是砸到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重量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好假设冷气的质量是30公斤 那么从17楼掉下来 假设没成楼三公尺 那么一共是距离地面50公尺高 那碰触到地面时间 如果是0.1秒的话 那么在这个0.1秒时间之内 这个人所受到的力量是900公斤重 也大概差不多就是一头大象的重量 当然如果接触时间更短的话 那会使得这一个人在很短时间之内 承受到的力量会更大 那不管如何基本上可能不是 被这么这么大的庞然大路 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只要被砸中基本上 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好我们可以听到专家分析 如果说这个冷气机呢 是30公斤重 那从17楼掉下来 大概每层楼是3公尺的话 距离大概有50公尺左右的高度 那如果他接触他的头部 是0.1秒的话 这个瞬间的重量 可以来到900公斤重 这个重量是相当的可观 物理老师也分析呢 其实这个重量砸到人的身上 其实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不过呢据了解 在现场的时候 现场有其他的经过的护理人员 大概是3名左右 他们虽然现场在这个妹妹 被砸中的时候 有现场立刻将她这个CPR 但是送往医院抢抢 这种仍然是不治 而且在现场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了 那医院呢目前也表示 虽然说身外的不治 不过家属是相当的低调 并没有要对外来说明 他的相关治疗的状况 以上是你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交换朋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